哈喽哈喽 欢迎光临我的虾皮卖场 然后接下来这个影片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台相机的一个使用基本操作 还有使用 首先这台相机它是索尼的一款相机 呃是这个萤幕是可以这样翻的 然后它的型号是DSC S30 那外观的话还是比较新的 有小有少量的这个使用痕迹 但是最大的伤痕是没有的 划痕啊还有那个无垢啊都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 开机之前能介绍一下配件 呃电池的话就是这个 嗯 就之前说的FM30 但是我估计那个店家 他他应该有很多这种 个外不一样的电池 他肯定有一个和他是一样的 应该是可以用的 不许 然后然后G卡的话是这种 我直接给你带着 我用128的是用长的 然后你要是128的 我把这个给你 卡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电池旁边就可以放进去 我要放反 放反的所以按不进去 转过来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非常方便的 然后开机开机的话是这个键 开机之前 我把这个 嗯 把这个盖子拿下来 然后我们看这个取景器的话是完全正常的 是没有任何的黑点阴影变色的话都没有了 然后这边的话这有一个菜单 啊菜单和这个是这个上方的 然后索尼的菜单是非常简单的 就就下面这一排而已 英文的话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设置 在这边有个设定 然后您可以把它设置成英语 然后进行设置 就这几个 跟摄像摄像有关的 就是只有这个卡片而已而已 啊这边的话就是一些什么格式化呀 这个这个是格式化 这些东西 然后这几个按键的话 首先是好的我都按一遍里面 就有夜景摸手 然后这边的话是锁的这个闪光灯 我们先拍一张照片试一下 闪光灯是正常的 把灯过来了再闪一次 这样会明显一些 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盖子我们这样拿出来 可以这样这样用用来拍照 然后当然呢也可以这样转过来 转过来的话就 可以进行自拍 也可以这样用 当我们普通的转向机用就可以 然后回看的话是上面这个键 我可以点这个键一个回放 可以看我们已经拍过的一些照片 然后在这个回放模式下我们可以用这个 删除 选这个菜单 然后选这个删除 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照片进行一个删除的一个操作 还是挺方便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荧幕的一个亮度 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调节 刚刚我们是调什么来着 刚刚我们是调什么来着 这个模式在哪条来着我刚教过你了就忘了 啊这边有这个啊 一些氛围的一些设置啊我们这边选的是自动 嗯 好 关机的话还是这个power键这样一点就关机了啊 整个操作上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呃然后菜单的话也比较简单啊非常适合 平时玩一玩 好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不懂的话可以再来问我